楊千華和周柏豪這日出席護膚品牌活動 提到最近千華社交平台帳戶被入侵 她就說都有點害怕 幸好現在都處理好了 很恐怖 我不知道什麼事 因為有10個電話問我 她說你的IG做什麼 我不知道 我都沒看 然後看一看 那張照片是男人 好像又不是女人 又不是這樣 但我不知道 因為她可以檢查帳戶 她就發現原來頭像是女人 但裡面知道她是男人 我想可能是假的 後來就叫有部門去修理 轉換了些東西 另外近日內地的限酬令 延伸至中藝節目 對千華又有沒有影響呢 都有聽說 我會覺得每個地方國家的規例 其實如果你去工作 其實都要去適應和尊重 但是可能你接工作做 從來的首則 譬如我自己覺得那份工作的價值 是你的前景有多少機會率呢 讓你發展 即是可能我接了這個表演 原來後面 我可以得到一個認同 和一個更好的工作機會 的機會很高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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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